文氏书生金城黄 沈温交出那颗金身文胆之后 像是如释重负 数百年兢兢业业 庇护一方风水 如今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陈平安久久没有收回手 沈温哈哈大笑 伸出一根手指 在那颗文胆之上轻轻一点 他微笑道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小县师以后多读书 陈平安郑重其事地收起金身文胆 连同青丝木盒 一起收入方寸物之中 少年以读书人晚辈身份 鞠躬至礼 沈温却以同辈读书人 作一环礼 陈平安记起仪式 一步跨入土地庙 拿出那对山水印 轻声说 丑皇爷 我叫陈平安 来自大黎的龙泉郡 有位齐先生 赠送给我这对印章 说是遇见了山山水水 可以在堪于图上盖章 先前乱葬岗那边 阴气很重 我便从郡守府 托人拿出了一幅地图 网上一拍 结果好像真的山水气运颠倒了 那么现在妖魔在胭脂骏城以内 以邪法作祟 还有用吗 能够压制住他们制造出来的 妖邪之气吗 沈温神色肃穆 我可以拿一下吗 陈平安点了点头 沈温双手 小心翼翼地 接过那对山水印章 然后一手一块 高高举过头顶 看了看印章底部的转纹 以及微微沁色的郑红珠印 沈温深呼吸一口气 放下手臂 他问道 那位先生有没有告诉你 这样一对价值不可估量的无上法器 存在一个缺陷 就是每前印一次 灵气就会消散一分 直到最后灵气使用殆尽 变成最普通的一对印章 陈平安挠了挠头 咧嘴笑道 齐先生没跟我说过这些 你就不怕你这次前印下去 灵气大损 这有什么好怕的 我又不是胡乱挥霍 先前我从一本 胭脂菌刊印的山水游记上 看到八个字 叫和清海燕 石和碎峰 我特别喜欢 还专门刻在竹简上 而且我觉得 这也是齐先生 送我印章的初衷 如果齐先生在这 肯定一样会这么做 沈温愧叹一声 只可惜 这次妖魔作祟 更多是以邪法 蛊惑人心 以及瘟疫传播 这对山水章的前印 意义非凡 却对当下的险峻局势 用处不大 陈平安 收好印章 我还是那句话 若是将来 彩衣国有民主 你路过彩衣国的时候 可以跟那位皇帝 讨要一幅京城刑事图 往上边一盖 便可以最少 会则百年 收起来吧 切记切记 好好珍藏 不要轻易拿出来 让人瞧解 陈平安有些失落 只好重新收起印章 这一幕 看得沈温哭笑不得 哪有这么缺心眼的孩子呀 山上人 是一个个生意人 都在追求一本万利 或是不计较 眼前得失 却也深谋远虑 布局千万里 和千百年归根结底 还是要大赚 沈温的身影 越发虚无缥缈 涣散不定 他沉声说 陈平安 此次妖魔作祟 就像你自己所说 力所能及 就足够了 陈平安点点头 摘下酒葫芦 和陈皇爷 一起抬头望向外边的天空 沈温突然问 大骊龙泉郡 宝平州的周郡县 一般不会带个龙子才对呀 陈平安笑着说 我家乡以前 是那座骊珠洞天 后来小洞天破碎坠地 才改名为龙泉郡 沈温一愣 试探性地问 你说的那位齐先生 可是山崖书院的齐先生 闻圣最得意的弟子 陈平安嗡了一声 神色黯然 就是那位齐先生 沈温呆呆地看着 来自大骊的少年郎 草鞋 酒葫芦 飞剑 印章 赤子之心 名叫陈平安 沈温有点口干舌燥 陈平安 你可是齐先生的嫡传弟子 陈平安犹豫不决 最后决定还是实话实说 齐先生不愿意收我做弟子 但后来遇上了文圣老爷 好像齐先生是想带师收徒 不过我当时觉得自己连读书人都不是 就没答应文圣老爷做他弟子 文圣老爷也没生气 就是喝高了 我背着他的时候 老人就使劲拍我脑袋 劝我喝酒 陈平安笑着举起手中的酒葫芦 笑容灿烂 所以我现在喝酒了 读书人沈温只觉得天打五雷轰 还不是一顿天雷砸在脑袋上 是一波接着一波的 齐靖春 齐靖春的小师弟 文圣老爷 文圣老爷的闭门弟子 少年给拒绝了 给拒绝了 沈温呆若木鸡 陈平安愣愣地看着城皇爷 难不成是自己说错话了 他只好偷偷地喝了口酒 压压惊 沈温 默然大笑 捧腹大笑 差点笑出眼泪来 他伸手使劲拍了拍 少年郎的肩膀 好 好 好啊 我们读书人的事情 别人肯定不明白 这才对 这才对啊 沈温收回手 双手负后 大步跨出土地庙的门槛 痛快 痛快 读书人 读书人 沈温回头一笑 伸出大拇指来 看得漂亮 金城皇沈温 在跨出大门后 最后一点神性灵光也消磨 就那么大笑着 消散在天地间 整个人的身影 怦然粉碎 陈平安有些伤感 别好酒葫芦在腰间 对着那位彩衣国读书人 消失的地方 轻声念叨 岁岁平安 岁岁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